大家好,这里是苏耀河批评书 我们给一段时间 我们来一场关于美国大选的新闻穿穿哨 或者叫做新闻电播 好吧 然后把一些有趣的事情 一些好消息 我们归纳在一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一个有趣的好消息 不是搞了一个什么纾困法案吗 是吧,众议院,南西,婆罗西 然后其中我们都知道的 比如说600块钱太少了 比如说有很多个其他的国家 都拿了上亿的美金 老百姓没钱 这些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有一个细节又被人挖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什么事呢 就是无论是参议员和众议员 他们在这个这个肃困法案里面 给每个老百姓是600块钱 但是他们给他们自己 每个人无论是众议员还是参议员 好几百个人吧 众议员有500多个人 参议员也将一百个人 我跟你说一个人每个人的下工资 一年加多少钱呢 加46,700块钱 你说他给老百姓的钱 600块钱还不到他们的一个零头 这就是美国的这个这个什么建制派 吉德利益集团 你就知道美国这个已经黑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消息 我还从第一说呢 就这个时候把这个消息捅出来 绝对是有利于我们家川普的 我跟你说 只有川普才为老百姓坐下 现在老百姓看到这样的消息 费都给欺诈了 我刚才两期都在讲 一个是川普总统的一个演讲 一个是金利奇前议长的一篇文章 他们都同时提到一个词 就是7400万爱国者的什么愤怒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 你说美国的老百姓看见 你给我们600块钱 完了以后 你们自己偷偷摸摸的 在里面也不告诉我们 主流媒体报道 你们自个给自个加了46,700块钱的工资 每年都是这么多 你们的工资已经够高了 我跟你说 一个联邦的一个众议员 或者参议员 一年也是20多万块钱 你说是不是凭什么 所以我认为这是个好消息 加重美国老百姓的愤怒 绝对月6号 月6号不是有大量的人 要去华盛顿地市 要赌议会的吗 要让他们把川普 要扭转大选的局面吗 我告诉你 这个消息是个好消息 你到时候看老百姓 那种干柴烈火 绝对会熊熊燃烧 第二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在德州 在德州有一个民主党的一个人物 还是一个什么民主党的一个级别蛮高的一个官员 叫做什么来着 叫做达米安 萨尔迪斯 琼斯吧 达米安 萨尔迪斯 这样的一个人 他系统的 接受独家媒体的采访 然后放了一个音频出来了 系统的揭露了 这个拜登呢 在这个德克萨斯州 政治总监领导下的民主党 怎么要去搞选民欺诈的 而且这个东西 它是全国性的 德州是这样干的 其他的州都他妈是这样干的 全面清清楚楚的 你们可以在网上找找这个什么 这个音频去听一听 如果英文不错的话可以听一听 绝对是废都给欺扎了 我跟你说 系统的计划早就确定好了 这个消息也被爆出来了 我们说最近各种关于舞弊的大尿都在爆 就像川普总统所说的 各种证据都在曝光 形势绝对是有利于川普总统 大选的真实的局面 已经接近最真相了 等着瞧 还有多少天呢 你距离1月6号 还有好几天呢 今天像24号呢 25号呢 是不是 还有还有十几十一二天呢 我跟你讲啊 这是一个好消息 那第三个好消息 当然就是一个喜大普分的消息了 就是这个那个狗糙毛的这个巴尔 是吧 不是已经今天就泄沫了吗 就就走人了吗 这孙子绝对是布什的人 绝对是建制派的人 绝对是哎呦怂包这样 绝对是出卖川普的人 话说的比谁还好听 但是就是不干事 啊 站着毛克波拉市 今天终于滚粗了 然后这个那个谁 杰弗罗森啊 杰弗罗森接替了这个川普 接替那个巴尔出任这个代理司法部长 然后马上就要任命一个独立检察官呢 然后要系统开始调查这个美国本次大选的舞弊的行为啊 我跟你说 好得不得了的事情啊 吸大谱文 接下来十几天时间 绝对天天都有好戏看 天天都有大料报 我们一定要这个张开耳朵啊 睁大眼睛 看着每一天 美国这样的一个屎坑国家 到底有多少惊讶的腐败行为 甚至让我们这些说中文的 见惯的这个共产党的邪恶和腐败的人 都感到非常的惊讶 接下来几天你就等着瞧吧 啊 我跟你说 然后第四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亚利桑那州有一个这个 第八选区的众议员呢 啊 叫雷斯科 和其他125个共和党的众议员呢 作为法庭之友啊 加入这个德州诉四州的案子 然后他在23号这边呢 就发表了一个文章 2020年的四个州的总统选举是否 遵循的宪法 他说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呢 也是非常有重要的意义啊 就是关于德州诉这个 德州诉这个 其他四个州违宪的问题啊 再一次被提倡一时日程的 而且是由这个啊 众议员呢 那提出来的 他会会预示着什么呢 预示着德州的案子 有可能再次被提倡一时日程 而且的话 最高法院将会面临 这个最大的一个质疑 最后有可能导致这个啊 叫做什么来着啊 独立啊 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罗布茨啊 这个人要遭遇到这个弹劾都有可能啊 因为议员已经动起来了 你明显是违宪的事情 为什么不接案子 没有道理的啊 这是个好消息吧 非常好 接下来还有很多个好消息 我们慢慢的说啊 那第五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这个叫做什么 Hartland和这个纳斯穆斯联合民调 做了一个民调 这个时候啊 这个关于美国公民 到底是喜欢自由市场经济 还是喜欢社会主义的经济啊 然后呢 有75%的受访者回答 美国人当然是热爱自由市场经济啊 只有11%的人回答说喜欢社会主义啊 这个这个民调在这个时候出现 你就知道民主党这边 他主要是要搞社会主义嘛 社会主义是他们民主党各个派系的公约术 我跟你说 无论是奥巴马 还是这个西纳尼 还是拜登 还是这个什么 蓝西培罗西啊 还是奥马尔 还是黑命贵 还是安提法 凡此种种 他们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公约术 我跟你说 大家都认同的一个东西 就是社会主义 所以什么 尤其是AOC AOC是极端社会主义 极端共产主义 但是他们现在所有的选项里面 最大的公约术 大家都基本上认可的就是社会主义 所以如果说拜登上台了以后 他们推行经济政策 一定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但是你会发现有75%的访民 美国的公民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 这样的民情在某种意义上 它构成了美国民情秩序的第二特点 第二个强大的民意 那第一个民意 当然就我说无数次 就美国有百分之七十几的人 还是依然坚持圣经传统 依然坚持教会的敬拜 我跟你说 美国的基督信仰的民情秩序 并没有垮掉 你从这个地方看的话 美国的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民情秩序 它也没有垮掉 所以很多个人就面对这样的民调就很高兴 说美国是什么 良知有存 常识还在 真是上帝是保佑美国 第四个 第五第六个消息是什么 现在美国也有一个民调 就是很多个美国人 关于川普总统 到底是持续的走宪法框架 真的还是启用判断法 反判断法开始动错度 也有一个民调 也有百分之五十多到六十的人 希望川普能够勇敢的站起来 要通过启动反判断法 然后干到这帮恶魔 所以他们说 他们说 美国的宪法 美国的司法已经完全烂掉了 美国的不可能通过宪法或者司法的途径 来扭转本次大选的局面 如果说有什么和平的手段 那是应该是可能性不太大了 最终是什么 就必须要通过民意 促使公民抗命 这个字中国人就很熟悉 其实说白了 就是用生命 用生命用你的行动 来反抗深层政府 反抗美国的大选舞弊 用公民抗命行动 一定要有具体的行动 要从公民抗命的行动之中 要产生川普的核心的支持者 和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 共和国的一个新的领导者 公民抗命运动 在接下来会小规模的 有人说是小规模的 会变成一场美国的内战 这个内战是相比于 其他的选项 其实是代价 要低得多的这么一种方式 因为这个时候川普总统 他还拥有三军总司令的权力 如果说在1月6号的前后 公民的抗命走到这一步的话 对美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但是如果说等到拜登真的上台了 如果说拜登真的上台了 那个时候美国的里面的战争 那会相当的血腥 我记得很早之前我讲过的 以色列的一个纳比就讲过的 如果说川普当选了总统成功连任 美国会有一个小腹的震荡 也会有震荡 而且震荡并不小 但是相比拜登上台 川普上台以后的震荡 还是算小腹子 然后美国会很优雅的回到他们传统 回到他们的美国逆国的精神 然后再接下来再辉煌个一二百年 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是拜登上台了 美国将腥风血雨 人类将陷入最大的黑暗时代 真的我觉得讲的这个是很好 这是第六个消息了 我觉得这个民调也很有作用 然后第七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又有九名众议员发声 宣誓说1月6号将挑战 摇摆州选举人的团票 1月6号美国新的国会 将举行联席会议 然后就选举人团的投票 结果进行唱票 之前已经有六名了 现在又有九名了 要挑战挑战这个六个摇摆州的选举人票 所以在1月6号一定会有好多个议员 站出来挑战当天的选举结果 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担心 还是那句话 1月6号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决定性的决战 决战的日子 所以美国人美国的公民 美国的爱国者 在美国渴望自由的人 一定要利用好这一天 真的这是最重要的一天 我说过无数次的川普总统最大的基本盘 川普川普他的背后最强大的力量 就是来自于我们每一个热爱美国的爱国者 没有什么其他的力量 就是你就是我 非常重要 所以这是一个三方力量的一个合作 一个是川普的力量 第二个是议员的力量 第三就是你和我的力量 真的非常重要 那第八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网上有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 叫陶瑞 他讲的很好的 我觉得是我很喜欢看他的这个观点 他就讲 他说民主党已经开始严重的已经发生的内乱 内讧 对不听话的拜登是非常的不满 因为拜登他自己有自己的小九九 家里一堆的丑事是不是 然后他自己是老资格 说拜登一直不受后面的引子政府的控制 说奥巴马对拜登是非常的不满意 想把拜登干掉 而且我们知道奥巴马早就说过 说如果想把这个事情搞糟的话 那你就去找拜登 所以奥巴马其实是非常不喜欢拜登 他其实更希望拜登在短期的之后 能够把权力让给这个Harris 然后Harris完全听命于奥巴马 所以而且与此同时 由于民主党内部的丑闻特别多 加上这个民主党各个派系也开始抢利益 所以现在这个民主党的这个领袖人物 当然就是这个南希佩洛西 他搞不定各个派系 所以他的位置是非常的危险的 积极可恶很有可能当不了议长 这些一切的民主党里面的内讧 对川普总统成功连任是极其有利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看到这样的消息 我认为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然后这个第八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非常有意思 也非常的荒诞 就讲说这个什么 我们一直不是在嘲笑这个拜登这边的 在社交平台上面的欢迎度不够吗 比如他做一次视频的一个讲座 一个演讲 或者是像我们一样搞一个直播 一个曾经有8100万支持者的这么一个 伪总统居然在现在就几千人 而且他在脸书上的粉丝也是少的可怜 在推特上的粉丝赶不上川普总统的一个 领头 你有这么多知识 你为什么没有人呢 你这人去哪去呢 他又投你的票 他又不做你的粉丝 这不大可能呢 你说像我们 那铁定我们是川普的粉丝 是不是 我隔两天我就会看一下我的粉丝 是不是我作为川普的粉丝的愿 我是不是被推特悄悄的把我的粉丝给取消了 我真的隔两天看一下 我之前是鲍威尔律师的粉丝 他就把我给取消了 我之前曾经是林伍德的粉丝 他也把我取消了 然后被我发现了 我又嫁回去了 好在我是川普的粉丝 到目前我至少没有取消过 说这个焦拜登的团队 试图通过这个搜索集团 搜索公司 然后把这个什么 3300万这个粉丝 从川普这里推到这个什么 拜登的名下 一夜之间 要让他拥有3300万这个关注者 结果被这个推特发现了 成功的发现了 结果就一瞬间就把这个谁 川普团 拜登团队的那个推啊 就给他封闭了 关闭了 封杀了 直接就是封锁了 知道吧 取消了 我觉得挺有意思啊 我们知道川普本人有粉丝 有推特 川普团队 Trump team 然后拜登 team 也有团队 结果团队的推特主页被取消了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丑闻 巨大的丑闻 有人说拜登这个人就是偷 是吧 他们说少年时代是偷什么 偷妻子 是吧 什么意思啊 估计是什么事啊 然后中年时代是偷什么 偷钱 是吧 那那那晚年以后呢 就偷什么 偷总统 三偷啊 没想到啊 这会儿又偷粉丝啊 境界特别低 搞得跟我们这些人差不多啊 但是我们都不偷粉丝啊 是不是 我们在中国玩微博 玩微信 从来不偷一个粉丝 我也不花一分钱去买粉丝 我觉得他恶心 但是你能想到 我们这些人能做到的事情 这么一个堂堂的 美国的什么 据号称 三次宣布自己胜选的伪总统 居然去偷粉丝啊 我觉得 我觉得特别的搞笑 真的是 总之呢 这个好消息是特别多啊 每一个消息都有利于川普总统 我再次提醒大家 巴尔已经彻底走人了 滚粗了 新上来的司法部的代理部长 接下来会大刀阔斧的 与新上任的独立检察官 要调查本次大选的舞弊的情况 每天都有好消息 真打你的眼睛 张开你的顺风耳 好好地听 好好地看 好好地欣赏 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选举的舞弊 看看这样的一个悲惨世界 民主党这帮人到底有多么无耻 让我们做出一个为 做一名伟大的见证者 见证川普总统 怎么样绝地反击反败为胜 好吧 谢谢大家